欢迎来的姐妹 今天的四经金句是 你们应听从我的声音 耶拉米亚先知书 七章二十三剪 今天又跟大家讲个故事 讲一个老人家 年纪大,所以听话 就浓浓地 不太听到,找医生 去配一个助听器 搞呀搞呀,出之搞得很好 医生说 你现在百分之百 什么都听得很清楚 你好好回去生活 开心,听到所有东西 老人家就回去 下个月才来复诊 过了一个月,回来了 伯伯,你觉得如何? 非常之好 我已经改了我的围组三次 为什么? 我没有告诉我家人,我弄好了座定器 我听到很多东西 听的真是很重要的 我们要懂得听天主的声音 这个原来又是圣经不断重复的主题 昨天说 不要忘记 是圣经的一个重复的主题 其实你要听 你要听我的声音 这个也是天主不断向以色列人 以至在新药里面经过耶稣 向我们所说 因为我们的天主 就是说话的天主 天主用他的说话 当作万有 向我们说话 和我们建立盟约 在他的说话里面 其实说什么呢? 天主千言万语 说很多很多东西 但也可以说 总归于一句 就是天主对我们说 我爱你 我从永远就爱了你 也爱你直到永远 这份爱永不收回 毫无条件 这个就是我们要听的 不是听一次 我们很容易忘记 昨天说 天主叫我们不要忘记 偏偏就是我们会忘记 于是我们时时听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 要不断去祈祷 不单止祈祷 我们听了之后 要回应 要去做 所以我们今天 圣经金句说什么? 听从 听了之后 要跟从 如果听而不从 其实就等于听不到 各位兄弟姐妹 我们每一天 都不要只听我这个分享 都应该去看看 读经一的圣经 然后最少 默想这句圣经金句 听天主的声音 好了 我们重复今天的圣经金句 你们应听从我的声音 耶纳米亚先知书 7章23节